您现在收听的是KPMG知识营浪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KPMG知识营浪 数位长会客室特辑 我是KPMG的数位长Wen赖伟燕 相信大家这几天一定有关注到一个很重要的新闻 就是CheckGPT刚发布了一个最新的版本 CheckGPT for All 我相信这个版本一定引起了许多人的经验跟关注 但今天我们想要把Spotlight移到 应该是过去大家比较少提到的 也就是政府的数位转型 政府的数位转型 大家如果有稍微做一些研究 应该会听到一个单字叫GovTag 也就是所谓的政府科技 简单说就是如何透过科技 来提升政府的服务的品质跟效率等等 根据WEF的统计 即便是GovTag这样一个领域 未来也应该在2028年可以创造一兆美金的产值之多 也因此我认为今天非常有必要来针对这个议题 做一个比较深入的探讨 那当然我们也邀请了一个重量级的专家 他就是政大工型系的副教授 萧乃宜萧老师 萧乃宜萧老师过去在台湾政府的数位发展跟研究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学者 特别是在数位治理跟数位政策上 有非常深的琢磨跟研究 让我们欢迎萧老师 好 KPMG知识银行的大家好 我是政大工型系萧乃宜老师 好 那我们就先来问问萧老师 我想刚特别提到GovTag 可不可以请萧老师大概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为什么全球的这个政府科技 在这几年开始陆陆续续引起大家的关注 它发展有没有像所谓的阶段性 举个例子我们在谈数位转型 大家常会说数位化或者是数位优化 最后到达所谓的数位转型 那政府科技或数位政府的发展 有没有什么的一个阶段性等等 好 谢谢 其实我们在讲GovTag 虽然直接翻译是政府科技 可是其实对于公共行政的专业来说 Gov这个字呢 其实我们更喜欢一个更有气质的字 叫Governance 就其实治理 也就是治理的科技 或者是我们叫Public Governance 公共治理的科技 那公共治理的科技 其实牵扯到的当然是所有有关于 公共治理的相关的数位科技的发展 那政府只是Governance的其中一个角色 Governance是一个过程 Governance就像一个单位 所以没有这个过程 其实没有办法发挥出它真正的一个效果出来 是没有错 而且现在Governance 其实以前我们开玩笑说 政府只要有钱有人事情就办得好 现在是就算有钱就算有人 我们仍然需要第二部门的盈利企业 或是第三部门的肥营领组织 甚至社区跟个人的合作 所以GovTag的基本的想法 就是我们希望可以 一开始就是虽然主角可能还是Gov 可能是政府 可是治理其实是一个重要的过程 刚也跟老师大概简单聊到 科技其实不见得是最重要 重点是说科技怎么样跟相关单位的协作 可能还有人跟流程等等 要去做一些改变跟调整 科技才能真正发挥它的价值 数位政府才能真正的让民众有感 对吧 是当然是这样 所以这跟一个组织跟一个企业是一样的 就是当我们在说企业数位转型 我们一定会把数位先拿掉 就是企业未来要怎么转型 企业的mission vision 它的愿景目标价值是什么 那政府也是一样的 所以政府的愿景目标公共价值 其实应该是先前应该要先想清楚的 老师所以您的意思 刚有询问到大概阶段性 那以这个角度来看 阶段性应该是说一个政府 它的制高点 它的所谓的国家的策略 想要带人民往哪一个方向 然后再往下去展 它的愿景策略目标 这些都清楚之后 那再去看数位科技在这里面 能够怎么去协作 对不对 阶段性应该这样去做规划 是的 整个国家社会的发展 其实应该是这样的 那政府只是其中的一个角色 虽然它不可或缺 然后企业跟费力组织 当然是它的partner 是它的伙伴的角色 所以这样 他们三个之间的合作 就会真的可以 去追求这个governance的过程 老师你这样说我就懂 因为这跟我们一般 在辅导企业的方 手法其实是蛮像 那不过当然是掏到国家里头 这个组织 这个机器又更大的 我想它的难度一定更高 那所以我也想问老师说 从您过去的研究来看 有没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例子 像我自己 我曾经看过英国的例子 英国有数位大臣 他想要把政府的入口网站 打造的跟Google一样 我们现在各个部位 有他不同的入口网站 那如果跟Google一样 应该是我只需要一个入口 进去的时候 我只要输入我的关键字 就能够查找到我要的东西 听起来还不错 那老师你能不能觉得 还有没有不错的案例 可以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OK好 所以其实这种入口网 或是Portal的想法 一直长久以来 所以长久以来 就是从1994年以来 就Internet开始在全世界 整个流通以来 一直有这样的想法 用政府的 如果用Public Service 所谓公共服务的角度 当然就是我们所谓的 One Stop Portal One Stop 那意思这个其实用实体的比喻 是非常生动的 我举例来说 今天我们的目的 可能是到政府机关A 去办一个业务好了 可是其实政府机关A 会要求我这个民众 去政府机关B 拿另外一个证明文件 过来才行 那以前实体的时候 我也只好乖乖的 先去政府机关B 拿到相关的文件 腾本证明 然后才到A来 那以前没有办法 因为大家都没有数位化 那奇妙的事情就是A跟B 这两个政府机关都数位化了 那为什么现在这个时代 民众还要跑两个地方 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等于是说 他们都数位化了 可是他们互相之间 互相不讲话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 One Stop Service的 基本的想法 那这样听起来是说 个别部会的数位化 可能还是没有办法 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因为刚刚提到一个 如果是以民众的角度出发 他要的是一战式的能够解决 那我就想把这个题目 再稍微拉到一个制高点 那如果真的国家 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件事 在策略的制定上 这我想会涉及到很多面向 比如说隐私啊 资料的串接啊 甚至一些应用生态系 因为要打造这样的平台 一定不会只有单一机构嘛 可能要有一些 生态系的伙伴 或比方IT的伙伴 或者是一些应用 应用环境面的一些伙伴等等 那怎么样能够打造一个 比较好的数位策略 从老师您的角度 可不可以跟我们一些建议 OK好 所以其实应该怎么说 就是说各个领域 各个公共服务的领域 护证啦 地证啦 这个缴税啦 各个公共服务领域 用这样的想法 来追求自己的数位化 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现在 这个就是回应 刚才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所谓阶段论 到后来呢 如果我们更加的 这个叫citizen centric 就是我们以公民的需求 跟企图 或是他想办的事情 为核心来看的话 那其实各部会 或是各地方政府的服务的机构 在做数位化的同时呢 一样重要 至少一样重要 是横向的串接的问题 所以我举个例子来说 比如说大家手上 如果有iPad的话 你就会知道 我们一个文件 可以从一个App里面 这个叫抛接 是不是 直接抛接到另外一个App里面去 然后接过来 再做一些价值的运用 所以同样的道理 我这个民众的很多的资料 也可以 其实技术上是完全做得到的 也可以抛接到另外一个政府机关 不过这个问题就在于 很多的公共服务会牵扯到的 其实不只是个资 隐私 这是一定有的 更可能一个基础的问题 就是身份认证 身份认证 因为很多的民众 在跟政府接触的时候 是有权利义务关系的 这个权利义务关系的身份认定 是非常重要的 他有这个资格吗 他有资格申请这件事情吗 或是他可以帮别人申请吗 那这个身份认证 在实体的时代 大家都知道 我们就用实体的身份证来处理 对 但是在数位的时代 身份认证或身份证明这件事情 就会变成一个 必须要处理的基本的事情了 从这个为起点 才有办法谈到刚才的 是我的个子怎么去抛接 怎么串接 甚至从政府到民间之间的串联 所以他听起来是一个foundation 最基础的工程 像我们在跟金融业谈 金融科技的创新 第一步也是所谓的KYC 去辨识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真人 是不是本人 才不会有尾帽或帽用 这样的一个状况 对不对 是的 循着再问老师 因为创新跟风险 循着上刚刚那一提 我想问的时候 创新跟风险 有时候就是两个 一个是刹车 一个是油门 那从政府的角度 我们当然都不像 像许葛丽 像刚提到数位身份证 之前前几年就是因为 可能有一些隐私的隐忧 外泄的隐忧 所以导致这个题目的发展到后来有点迟缓掉了 那我想是这样 一旦发生问题之后 很多本来好的事情 最后就会因为这种比较负面的消息 而整个让他的速度变慢了 那从国家的制高点 怎么样去取得这个刹车跟油门的平衡 我们都知道两个同时才一定就是翻车 这个其实是这样 其实创新跟风险两者 如果我们转一个弯来看的话 其实它不但不是互相冲突跟制约 反而应该是互相增强的一个正向的循环 真的吗 怎么说 我举个例子来说 如果今天我们在科技上 像你刚刚一开始的开头 就是如果我们的这个Changebt 可以走到这个地步的话 那这个创新所带来的可能 就会激发出我们对于先前的风险 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 等于是说风险管理的很多灵感 来自于创新颠倒过来 如果我风险管理可以做到这个地步的话 那很多的创新 我就更可以不用担心了 所以我想讲的意思就是说 大家比较容易直觉会觉得说 如果我需要有一个任何的政策 不管这个政策形式是计划书 是法律 是行政命令 是各种的所谓的监管 或是regulation的文件的话 那其实两者之间互相如何 这个叫相辅相成 而不是相互制约 说不定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方向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就不是只有刹车跟油门 它有时候是你在什么方向 就是你的方向盘怎么转 然后去善用你刹车跟油门的相对的 那个拿捏了 就两者之间拿捏 那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easy solution 因为每一个domain specific 就每一个应用领域 会有不同的样态跟特质 它的刹车油门跟方向盘的运作的方式 可能就会不太一样 所以我觉得如果要问我说 如何兼顾创新跟风险管理 然后在一个很好的起点 就是回到刚才一开始我们谈到的 在特定领域的创新 比如金融 医疗 电商 在各自领域里面 大家尝试不同的状态 或是不同的solution 那如果有一个横向联系的机制 去收集不同领域的创新 跟风险管理的样态的话 那就有可能变成一个 general的sandbox 就是创新实验的机制 就会慢慢出现 老师我觉得这题我想追问 我觉得横向非常棒 我们在一般辅导企业做数位转型 常常也是说因为很多议题 如果是以客户为中心的话 以目前的组织分工 可能比较偏于产销人发财 就会落到各个部门 就变成是各个部门 在解决特定点状的议题 难以解决这个面的议题 那刚刚您也提到 横向的这个沟通 简单说 这个方向盘应该由谁来握 如果同时有五个方向盘 那最后应该也是 整个向量出去 整个就是偏调 那您觉得 以政府在做这种横向的协作 怎么样来能够协助 创新发展的更好 其实这个是直向 就是我的意向是 直的就是各个 domain specific 就每一个特定的 政策领域 政策领域 像刚刚说金融 医疗 电商 等等等等 是指的 可是大家都知道 在做数位化 像刚刚说的sandbox 或者是 刚刚我们说的资料治理 资料管理 或是隐私 或是数位身份 就永远有横向的议题 那直的跟横的发展 其实就是 大家要摸索一条路 那有一些 有一些国家 比如欧盟 欧盟的很多做法是 他先讲横的 一般性的原则 他们有 Data Governance Act 有Data Act 有AI Act 就他们有 特定一个创新科技 出来的时候 他们就先定了一个 横向的原则 但是呢 其实如果观察 这个横向原则 在欧盟各国 去实践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在各个领域 应用领域 金融医疗 就会把它Customize 成自己适用的状态 去落地 去执行出来 那这个事情在台湾 我自己的观察 是还没有成型 也就是说 我们目前为止 还仍然依赖 各问题领域 去摸索 这条路径 或是创新 跟风险兼顾的路径 那横向的这个机制 其实有待提升 那如果政府的组织 其实跟企业很像 只要 比如说以重要政府来说 只要牵扯到跨部会的 基本上就是政务委员 政务委员的职责 去处理跨部会的议题 那如果是地方政府的话 那地方政府在局处首长之上 也有很多类似的 市政的相关的委员来处理 所以总之这个其实是 在公共行政的角度 在组织的角度 的一个solution 所以从老师的建议 听起来是说 这个油门跟刹车 要取得平衡点 是做得到的 那比较需要 我们要去着重说 这个方向盘 谁来lead 那刚刚你也提到说 在欧盟 其实有蛮多的一些做法 值得我们去做参考的 我感觉啦 他们用sandbox的方式 然后来达到 用敏捷的方式 来让一些 不知道答案的东西 可能在这里面 能够演绎得一 那最后让它 形作成一个 最后政府的政策 是是是 台湾其实也有这样的常识 譬如说我们有 基础领域的 创新实验条例 我们有这个自驾车 所以至少这两个领域 已经有所谓的sandbox 就是创新实验条例了 那我们 当然我们也可以期待 更多的领域 发展出自己的sandbox 不过颠倒过来 横向的事情 我们说不定 横向也可以同时走啊 如果我们收集够多的 金融跟自驾车领域的 创新实验 所遇到的问题 我们也可以拟定一个 general的 是所谓一般性的 数位创新的 这个实验条例 然后呢 接下来再让各领域 比如卫福 health data 是另外一个 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 说不定卫福部 他会用自己的角度 再去customize 成自己的领域 所以我想讲的 就是说直的跟横的两个 其实并不冲突 而且不但不冲突 而且应该要一起走 我听懂了 老师看起来是说 各自领域的 深度的发展没有问题 可是在适度的时候 如果发现两个领域 要做一些结合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应该更敏捷 而且应该要有一个 像国策顾问这样的单位 能够来立的 这样所谓的text force 对不对 是的 刚刚的例子蛮好的 比如说自驾车 自驾车未来变成是一个载体 这个载体 你可以在里面做瑜伽 开会 购物 完成你的金融交易等等 所以当然了 这个场景就需要更多的协作 对不对 是当然 而且大家每一个专业领域 从自己的角度 去看自驾车所提供的 相关的加持服务的时候 他会有不同的 有时候是创意 有时候是他担忧的地方 其实说真的 就算我们今天知道 自驾车的主管机关 是假设是交通部好了 可是其实交通部有一天 一定会遇到一个问题是 这个某一个领域的人 提出来问题 不是我交通部主管的 他可能是另外一个部会主管的 所以就算从自驾车深入 只看自驾车 仍然会牵扯到其他部会 横向沟通的部分 是的 好 那我想接着要问一个 也是蛮值得大家探讨的问题 我们刚刚谈到油门跟刹车 这也有点接近前面议题的延伸 也是说数位的发展固然美好 但我们也知道很多地方 像我们在谈比较新的这种智慧型手机 可是很多人还是用所谓的传统手机 叫feature phone 那很多政府在很积极的在谈 所谓的数位货币 但也不得不去面对是说 其实有些人还是习惯用传统的货币等等 所以怎么去确保这个所谓的公平性 我们到底要走多快 怎么才能够让这个公平性 是符合大家期待的 OK好 我觉得一个最基本的 就是在所有的公共行政的基础 教科师都会告诉你 就是left no one behind 意思就是说 有再怎么先进的科技 再怎么创新的方案 我们永远要顾虑到 因为这个先进跟创新 可能会跟不上的一群 特定的被服务的对象 就特定的民众 所以我举例来说 我们可以用 我们可以用网路的方式来提供 这个很多的公共服务 对 可是我们还是会保留传统的途径 来提供公共服务 所以这个大概是 这个应该是门槛吧 那过了这个门槛之后 其实就代表我们有很多的 创新的方式可以处理 所以我举个例子来说 我最常举的例子就是 就是我丈母娘八十几岁了 那通常在这个拳头人群 会被视为是最数位科技 很不擅长的一群 以统计数字来说 的确是没有错了 台湾跟各国都差不多 可是我丈母娘呢 她基本上会很 她很厉害的是 她可以用iPad去打麻将 好那我想举这个例子就是说 我们本来以为 她是数位科技的弱势族群 如果今天有一个需求 是她高度的需要 她有高度的诱因 然后我们的科技的学习成本 可以压低 或是我们有辅助的学习 譬如说我或是我太太 帮助她学到 那个线上的麻将的app的时候 从此以后 她就会被纳入数位的范围之内了 我想讲的意思就是说 有的时候其实弱势这个字 其实不是绝对的弱势 她其实只是给我们一个机会 就我刚讲两件事 一个是门槛上 我们仍然提供传统的服务处境 可是我们也有很大的机会 甚至是更高的机会 甚至更应该 把这些所谓的 我们本来以为的弱势 在足够观察她的需求 跟诱因之后 让她转换成 这个数位化的一群 而且这一群其实说真的 至少我的观察了 就是我的第一台iPad 是一直到现在 我的帐篇娘还在用 所以意思就是说 他们会变成重度使用者 只要那个服务 只要那个需求 她一直都有 她的沉迷的程度 有时候反而比我们更多 就像我们在谈 客户体验是一样的 一开始可能我们兼顾平衡 可是到达一个点之后 这是一个迭代的过程 老师从您的观点之后 其实每个人都是有机会 去逐步的拥抱数位的 即便是一个老人 这个麻将的例子 确实是蛮生动的 其实我觉得很多的领域 都有这个机会 长期照顾也是 所以其实有很多 台湾好像有这个产品 虽然我自己没有接触过 就是听说现在有很多追踪老人家 就很怕就失智的长者会走丢 还有跌倒 对对对 所以有很多穿戴式的科技 他可能不见得做成很科技的样子 他可能是佛珠 他可能是就很多是老人家 很可以接受的那个样子 智慧佛珠 对对对对 老师那蛮好的 我觉得刚刚我们提到 从策略的角度 还有怎么去兼顾 创新 刹车跟油门 怎么兼顾到平衡点 怎么让兼顾到公平性等等 但一块很重要的就是 政府有很多的 公务机构里面有很多 我们的卫民服的公务人员 那当然他们也必须要 在这个过程中 去学习到数位化 那从您的角度 怎么样让他们能够 让这个科技能够成为 他们日常生活工作的一部分 那另外能够 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让民众能够更有感 是是是 其实说真的 对公务人员来说 就是他是服务提供者 那民众是服务接受者 其实我觉得原理 并没有差那么多了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是他工作上的需求的话 基本上这个学习或training 或培训的效果是最好的 所以我们有个 大家都知道OJT 就是on-job training 可是其实说真的 我更喜欢一个字叫 for-job training for-job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这个数位的 因为数位科技的转型 我们需要培育公务人员 更多的数位知识或技能的话 其实可能最好的方式是 是相牵在他服务提供的过程中 一起做培训 而不是我们常见的training 就是例如说让他上个小时的 不管是实体还是线上课 可是那个上课内容 跟他日常的工作 其实是有点脱钩的 所以FJT 就是所谓OJT的 我觉得是第2.0 叫FJT 我觉得他的training design 就是我们的培训的设计 其实我觉得是公务部门这边的关键 那这个事情其实就会变成 这是我们常说叫training transfer 就是培训效果能不能移转到 他真正的工作的环境跟需求上 我觉得这个是关键 那这个事情 其实我相信对企业也是挑战 也就是说所有的专业工作者 不管他在企业 非人力组织还是在政府 只要他的training可以for-job 就可以镶嵌在他的一般的职务执行上 这个效果一定是最好的 那现在问题只是如何设计 那这个就有很多组织管理的议题了 就是他已经够忙了 我们怎么让他培训跟着 他的执行一起走 那这个其实就是相关的培训 至少我知道大家 目前大家都非常重视的地方 老师这个跟你的FJT 是不是听起来比较像learning by doing 是就是learning by doing 你听完之后上完课之后 没有去做practice 其实就是白上了 而且这其实可能更进一步 应该说在上课的时候 其实我就在执行业务了 也就是说他其实不是上完课才去马上用到他的这个职务上 而是他上课的过程或是培训的过程 其实就是在执行自己的业务 老师这个观察好细腻哦 那等于是说这个training program在design 在设计的前期必须做比较细致的一个规划 对不对 是是所以我打个比喻了 譬如说台北市政府工训处 公务人员训练处 叫台北市工训处 他在设计一些数位课程的时候 他不会只有去找跟数位的模式 比如AI好了 他不会找AI的相关的专长老师来 他会去找各局处可能怎么用AI 然后各局处用AI的时候 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有什么样的机会是他们目前不知道的 也就是说他会把业务的需求跟这个 这个AI的相关的做联集 做交集那这个交集才可以比较 才叫做我说的FJT 就是他们学到以后 才可以真的用在他们的书上 理解 这个就像我们一般在辅导 民间企业做AI发展的时候 他们最在意的一点叫做应用场景 所以老师您的意思是说 在做这个training之前 请你先把应用场景带过来 对 那我们就是learning by doing 一边看来看这个科技能够为这个流程 或为这个作业模式带来什么样子的改变 一边在这个过程中去学习跟容错 对不对 是没有错 而且这个对training本身也是很大的好处 因为我们我们的不管是讲师 还是提供这个培训的 譬如说HR好了 或是他刚刚说台北市政府工训处 他们就会知道说他们的training design 要怎么处理才会更加符合公务人员的需求 所以等于是对双方都是有好处 那只是说这个有当然这个前置 就刚刚您说的前置成本 是需要投注的 不过我觉得因为这样聊 但我们今天聊从策略 然后怎么样得到平衡点 怎么照顾到弱势到的族群 甚至到人员怎么去做培训等等 其实谈的一件事就是老师刚刚您提到的一个点 就是我们希望这个资源的分配能够更对位 对不对 如果认为前置的成本是需要投入的 我觉得也蛮好的 是啊 而且说真的 你看刚刚最后那个for job training 如果今天我做一个project 我举例来说 假设今天台湾要定一个法案 叫做Data Governance Act 它资料治理专法 那我们都知道 资料治理怎么有可能只有政府的资料呢 我们的应用一定有包括10部门 那意思就是说 我们就有一个好的tax force 像你刚刚说的 假设我们的目标是 定立一个资料治理专法的这个任务之下 我们把相关的参与的企业 费用力组织 甚至专家学者或是人权团体 甚至当然包含公务人员 甚至一般民众做一个使用者 都involve进来这个tax force里面 然后这些training其实就可以跟着design了 所以培训设计不是脱离植物的设计 而是在植物过程中 而且是植物之前一起的设计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 I have a dream 如果我有梦想的话 我觉得其实应该可以做得更好 我觉得我们有这个条件 只是说大家要先想就是了 不过我当然知道大家都很忙 这可以理解 好谢谢老师 大家都知道You have a dream 我觉得今天老师非常非常有趣 用很生动活泼的方式 让我们理解数位政府跟智慧治理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甚至也是攸关一国的竞争力 台湾政府科技的数位创新跟落实 其实是刻不容缓的 也确实需要一些新的做法 跟新的人才 跟新的合作伙伴 才能让这个数位民主 能够持续的落实 非常感谢各位听众今天的收听 KPMG知识音浪 我们下次见 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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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